財資大道 林潔營 何文堅 好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剛才預告了這一節回來會談談投資環境 一些策略的部署和息差方面的問題 我們請來這位嘉賓 就是聲展銀行香港董事總經理 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林詠德 Hello Wallace 你好 Hello 早安 早安 你上到來自不然 我們知道投資環境都很多變 怎樣看目前的投資環境呢 嘩 投資環境這件事我就不敢說 不過其實經濟來說 經濟來說都見到一些好些的情況出現 例如來香港的一些訪客 8月剛剛出了數據 其實都去到410萬人次 好像是疫情高峰期的大約84% 這個都是好事 當然 同一個時間 其實都有些不穩定的因素 譬如好像國內的絕別經濟的增長 可能是放慢了 可能有些消費者 可能手上的房地產 可能是跌了價的 可能是心理上的消費會少了 還有你看到我們的匯的情況 外匯和聯繫匯的制度之下 其實別人來我們那裡的錢沒那麼好用 我們去別人那裡就好用 對 反而我們去別人那裡就好用 港元和美金 被吸引民就弱了香港 是呀 譬如我們見到很多香港人 譬如去國內的消費 或者去日本 去到其他地方 見勢一點 在香港本地的消費 可能會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少了 喝碗東溫工 香港更貴 哈哈哈哈 所以出去出去 但是對於聯儲局 就是這星期四 我們凌晨時間就知道了 去意識結果 是 那你們怎麼看呢 會不會是 都是維持現狀 停一停 11月再離過 還是會有些什麼變動呢 是 現在其實市場 都要兩看 可能有機會 可能都會繼續加息的 不過也都市場 我想是多過一半 就覺得是 聯儲局應該就會 就會不加 但是可以這麼說 應該沒有什麼人覺得 聯儲局會減息 是 所以這件事情 今年之內都應該 未必有機會 明年都應該去到 下半年才會有可能 其實聯儲局 今天的目標 其實就是美國的通脹 其實它的長遠目標 是2% 是 那到今天為止 其實最新的數據 都是大於3.2 跟那個長遠目標 都有些距離 但是會不會繼續加息 很猛烈地加息 其實都未必 因為其實 這些政策加息 這些需要一些時間 才會沉澱到 經濟那裏 而且對美國的本土經濟 其實由高位 其實之前 高單位數字 去到3.2 其實都跌了很多 所以它未必會 很猛烈 很激烈地加息 你自己看 他們的通脹壓力 情況是怎樣呢 特別是我們見到 油 比如今早 10月份的其油 現在去到91.13美元一桶 再升到36米先 特別是 油持續上升 冬季其實對油的需求都很大 怎樣看通脹壓力呢 是 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規制性的影響 它未必 會馬上 因為冬天的油價 升了 而馬上會猛烈加息 當然要看整體的經濟 和整體的通脹環境是怎樣 資金流向的情況 你怎樣看 特別是正式差的展望又是怎樣 我們其實都見到 其實香港譬如說 現在的盈餘 那個aggregate balance 大概是低於500億港幣 其實整體來說 其實香港那個 那個叫做現金 在市場上的現金 真的比以前高峰少了很多 所以你看到 譬如說 那個 同業的策息 港元的同業策息 其實上個星期五 其實一個月都去到5% 所以短期內 其實那個利率 應該都會 香港的利率 其實跟美金的利率 其實都應該會相約的 但現在其實跟不貼的 香港的利率 到現在都是差一點的 是啊 如果跟貼速 再可以升到 可能8都可以 但應該這個機會 現在講的 美元的sofar 就是浮動式 大概一個月 大概不到3% 所以 還未看齊 還未看齊 但當然 過往講完 其實很多時候都給美元 那些美元的銅劫剎息 或者那個sofar 就會稍微低 稍微低 稍微低少少 但是你想想 其實不是很久之前 過幾兩個星期之前 香港的銅劫剎息 曾經跌回到3.6% 3.7% 但是 哇 馬上要去到5% 其實都升得很快 是啊 當然它是由5% 跌到3.多 再上5% 所以其實市場的波動性都幾大 現在 你自己看息口因素 其實跟經濟的關係是怎樣呢 特別是我們現在還未很明確 有個訊息說 息口已經是見頂 有沒有影響到一些企業 其實他們那個擴充的步伐呢 絕對有的 其實這個也是很科學化的 其實經濟相等於本地的消費 加投資 加上政府的一個開支 開支 以及這個淨出口 所以其實如果加息的話 相對來說 比如說消費者 喂 如果銀行的利息去到 存款去到4-5% 那些錢放在銀行好像不錯 相對來說 消費可能會少些 當然如果反過來 利率是很低的 這樣做 喂 你放在銀行 都沒有什麼適收的 那消費不太多 那消費會影響 那個消費會影響 投資的當然 投資會影響 投資其實是新的東西 經濟都不是那麼正面的時候 你要馬上放大量的資金去投資 而且利息的成本 是高了 其實你都會比較審慎 這個你說得對 因為我曾經在銀行裡 都聽過 不少人說 這輪股票市場的氣氛 不是那麼好 加上做定期方面 其實都相對到 有4-5% 不如放些錢 就在定期 既然放了錢 在定期 就未必即時可以 短時間拿出來 對於可能它的消費 或者去做其他不同的投資 都會有影響 沒錯 沒錯 其實不只是香港 其實世界各地 其實很多地方的息口都上升了 其實你看到歐美 其實消費者都是少了 歐洲央行上星期 再加了息 是啊 所以你看到香港的出口 或者中國大陸的出口 其實都少了 因為歐美 過往都是很大的買家 其實他們對消費的產品 其實需求減少了 去通過加息 壓抑通脹的原理就是這樣 沒錯 就像剛才你所說 就是等些錢 不要拿出來用 全部都收起來 經濟就緩幻 通脹會下跌 但是現在整體 美國通脹都是很多因素 又是環球因素 又是戰爭 又是油價 其實2%它定出來 又不是很進取 一向都是2%以下 所以其實問題 是不是會維持現在這個狀況呢 其實它沒有修改過 這個2% 當然 長遠 當然你看到 聯儲局加息的部分已經減少了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很清晰 就是不要看它很短期內會減少 很多人說選舉年 總統選舉年 美國總統選舉年 會減少 曲一下氣氛 你怎麼看 我想主要來說 其實當然 如果真的看選舉來說 你說看選民的分佈 其實真的 其實是一個倒三角形 通脹影響民生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實尤其是選舉年 一般來說 第一件事要做的 其實就是要押制通脹 因為這個對於民生方面 生活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很多人說 選舉年會減少 基於沒有通脹的年份 就減少 或者如果你看到過往 其實如果真的在這樣的情況下 通常都是選了 之後才減少 選之前都要很肯定 通脹的受益 選了之後減少 其實都是拿分的一種 我們2月通關到現在 跟內地或外地 其實都已經是完全復常 特別我們講 很多的sector 其實都有上升 不過上升的速度 或者幅度 有些就未像預期般般斥熱 想問一下商業活動 逐步回復的情況之下 你們在貸款業務方面的情況是怎樣 貸款其實一向 就是我們打招呼 參議 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Brand and Butter 即是當然Welcome 基本的一個業務 當然我們其實 絕對是歡迎的 當然現在的情況 我們見到的 首先 利率高了的情況下 可能對貸款的需求 都會減少 尤其是我們見到 譬如一些很高質素的 中資企業 過往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在香港那裏做貸款 但現在他們的選擇 就是在內地貸款 因為內地借錢 今天來說 是比香港便宜的 尤其是很高質素的企業 所以其實這個 其實都對一般的銀行 整個銀行的體系 見到那些數據 上半年其實都是有縮減的 對貸款來說 都是跌輕微跌 但我們其實 所以聲線來說 相對來說好些 我們跟一般的同業比較 都是稍微好些 如果跟疫情前的比較是怎樣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我們跟疫情前的貸款 其實有相位數的增長 當然比高位 其實都會跌下來 但起碼跟疫情前 其實都有相位數的增長 你們接觸到一些中小企 其實他們怎麼看現在復甦的 步伐的情況 或者他們自己本身 一些部署上面 會不會都審慎了呢 中小企其實就 包羅萬有 很多不同的行業都有 當然有些的 找到商機的 其實當然那些 會繼續做事 繼續進去 當然有些可能 在疫情 或者高息的環境下 生意會比較差 可能我們就會比較保守 但其實 整天都是 我覺得當然 如果那個企業 就算是高息的環境 是做得好的 那些貨品是賣得很好的 其實它依然都會投資的 但 反過來來說 譬如 有些 一直在低息環境下 都是慢慢的 現在可能那個銷售是跌了 又高息 之前可能借貸借得多 那些可能現金流 那些就會比較緊張 你們展望今年 其實你們全年的貸款業務 情況又是怎樣 我們展望來說 其實我們 我們其實都是 跟同業一樣 都見到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 因素 其實都會影響 那我相信 其實整體來說 我們就算是 比同業好一點來說 其實都會受這些 大為的因素影響的 所以都是謹慎 我們都是比較 我們都是謹慎 保守一點 所以接下來 整體的數據 那些我們不方便說 不過其實都不會 很大的增幅 嗯 那經常說 跟疫情前比一下 估計要多少時間 才回到疫情前的業務水平呢 很難說 其實當然 我們都覺得 例如去到明年年中 或者以下 例如我們自己做預算 我們做明年的評估 都覺得 可能明年的年中 開始會有些好一點的 對整體的環境 都是正面的 那近日呢 這些二門話題 大家講的 要搞活的經濟 特別是政府牽頭 搞活這個夜晚的經濟 香港夜奔分活動 上個星期四 已經是開始啟動 長程也都公佈了 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配合 不同的商界方面 又有配合 怎樣看現在的情況呢 除了搞活這個夜經濟之後 還會開了一個小組 就談這個 證券市場方面 也要搞活 怎樣看這個情況呢 是 我們其實都 我們都很支持政府的政策 其實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 那些券商 那些券商 其實我們都在想 其實我們的 客戶群體裡 都有這些客戶 是 我們會不會幫到他們 做一些賣金 譬如說 給多些槓桿他們 等到他們 可以給多些槓桿他們的客戶 所以我們在看 令香港的股票市場 流通量就會提升 當然 夜繁分 譬如我們剛剛 我禮拜六晚 才跟朋友出來喝飲料 身體力勢 揚應 10月之後 多了多小時才要離開 所以身體力勢 出來 大家都多點消費 現在說沙中線太方便了,金鐘西裝傢伙剝見西裝就立刻可以去到羅湖了 還要說原來美金比較強,原來美金比較弱的情況 其實這些情況都會發生,其實互動,希望香港多些人上去,內地亦多些人來 大家互相交流是好事 其實數據來說已經去到410萬人次,按8月來說 7月份的數據都是360萬人,所以已經慢慢地復甦了 人數各方面都是正確的 預計下半年人數,訪港旅客應該會多些 因為特別是下半年都有很多節慶的日子 包括到12月底有聖誕節 現在特首都會說,在中秋或國慶假期期間 其實都有連串的活動 都估計月底去到10月初的時候 內地旅客訪港的人數應該會是上升 因為他們有一個比較長的11黃金週假期 但我們經常說,去到內地你會發覺 使用錢的時候,很多時候他們用的支付系統都是比較方便 其實講到數碼發展,資訊科技發展 各行各業都要的,銀行方面在這方面的投放 或者那個部署又是怎樣的呢? 在這方面,我們在過往的10年 其實在這方面大量投資了 其實我們都贏了很多獎項 例如亞洲的最全購最佳的數碼銀行 去年我們都很榮幸拿到香港的最佳銀行 其實在這方面,第一,我們要令到客戶跟我們的溝通 盡量可以數碼化的 其實我們現在企業的校戶 都是大趨勢來的 基本上,98%以上的校戶 其實已經用我們的系統叫做Ideal 即是跟我們交易 跟我們開戶、交易、資訊 其實很多都是在網上可以做到 除了這方面之外,當然我們都會運用大數據 給一些產業鏈的融資 或者甚至乎是一些香港公司 但是那個大股東或者後面的話事人 是內地的身份證的,是有人的 我們都是首先那間有個先導計劃 可以在網上可以跟他印證到他的身份 其實這件事都幫了我們 其實今年來說 我們在網上高的開戶數據 比去年同期增長了八成 所以其實這件事都可以反映到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 過渾的投資,在今年來說是見到的 網絡的消費是否都在增加呢 網絡的消費,我們都見到 譬如網上高的開戶、交易是多了 所以都可以這樣說的 網絡的世界,銀行都與時並進 方便一些市民、年輕人 尤其是消費活躍一群 沒錯 接下來你怎麼看呢 銀行業方面的前景 特別是在未來 你們銀行方面 會集中在哪幾方面的業務呢 是 當然銀行我覺得是百業之母 所以其實跟經濟的發展 真的識識相關的 當然我們會繼續 譬如在數碼方面的投資 我們會不斷創新 用一些不同的 可能有些新的支付解決方案 供應鏈投資 幫助我們尤其是中小企的業務 中小企的客戶的業務 我們身為新加坡總部的銀行 其實我們一直都是去亞洲 尤其是亞洲 包括大灣區 加上大灣區 其實那個連接很緊密的 其實這件事 都希望能幫助我們的客戶 尤其是走出香港 怎樣去拓展其他的市場 怎樣去運用這些網絡 大灣區的一些優勢 怎樣去幫助他們的生態 我們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可持續發展 這件事也是我們過往 其實都花了不少的一些投資 投放了下去 我們是第一間 這個新加坡銀行 參加那個叫做 政令大方聯盟 銀行的聯盟 還有我們是很科學化的 分開不同的板塊 聽我Wallace說 其實他們的業務也很多樣化 希望稍後有機會再邀請他們上來 跟我們更新他們最新的業務 的情況 今天多謝你 謝謝Wallac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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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